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些銀點 到底上面是為什麼可以有這樣的貓貓狗狗呢 不過為了探望這些被遺棄的貓貓狗 希望幫他們早日可以找到家 我們是不怕辛苦的 現在多久? 現在3樓 究竟在哪裡呢? 你好 你好 要找 好 李小姐很開心今天抽空給我們來 上來你這裡 我見到這裡都有30多隻貓貓 其實做了獨立義工多久? 大概是8至9年左右 這麼久? 一開始是為什麼會 一開始是為貓貓庵的 懂得深水埗義工 一路一路 插了一隻腳過去 現在插了兩隻腳過去 其實當時是很大的宏園 希望深水埗做了絕育 一隻街貓都有一個家 希望是做到這樣 但最後是難一點嗎? 最後找到家當然是難的 但我都做了九成多 我的範圍那裡 其實深水埗和其他獨立義工是有分範圍的 都算是 多不多街貓? 很多的 不過都死了很多 有意外 有病 還有狗咬死貓 有幾隻流浪狗 不斷入行搜行 其實都死了很多 大半都死了 我剛才一路走過來深水埗地鐵站 都看到很多貓貓狗狗 即是都是流浪那一隻 你們一開始 這裡全部貓都是在深水埗狗蛋嗎? 大多數 百分之九十左右 那從何時開始就有了這個地方 然後就決定要給那些貓貓一個家 差不多 差不多開始 我做義工差不多 已經有了這個地方 即是八九年 那時候想著做CCCP 做站托的 後來看到很多乖的貓 那就拿了它回來 看有沒有人領養 這樣 但其實多不多人聯絡你領養 因為你都是獨民 其實真的要想辦法 我出了很多百度 可以這麼說 出錢買廣告也有 出錢買廣告? 試過用什麼方法? 試過有些網頁 就是給少少錢 就可以放在那裡 可以給我們領養的貓貓 Facebook 領養日 通常都是這些 都是參與領養日嗎? 是的 現在參與領養日多 但是反應如何? 一般 是的 領養日呢 出的成貓的率 就會比較高一些 Facebook 可能有時候 都會出到這些小貓 或者是本身是 和我領養過的領養者 再加貓 他會再回來問我拿貓 這樣 我看到這裏 地方不是特別大 但是有很多隻貓貓在這裏 你是否和他們一起都在這裏生活 還是這裏只不過是 只是貓貓 只是貓貓住的地方 嗯嗯 即是你本身不是在這裏 是的 是的 其實我真的不想他們在這裏長住 是的 我想是一個流水作業 嗯 站托的形式 是的 希望他們在這裏 很少的時間 就被人領養了 然後再有些新貓回來 再可以幫其他貓貓 但是你是獨立義工 那後面有沒有機構支持你 那這裏的租金都是自己給的 是啊 貴不貴 一般 其實覺得有些吃力嗎 對 根本就一直都有吃力 嗯 而且都是 是啊 最困難的時候試過怎樣 不知怎說 很難過 不知怎說 不知怎說 我都知道很多 吳義工有時候為了幫那些貓貓狗狗 可能真的有些 我訪問過一個就是 自己身上銀行只剩20元 都還是希望可以幫到貓狗 找到個家 那我都覺得你們真的 個心是 非常之 是啊 最麻煩的一件 最慘的一件就是 貓貓有病 是 那要醫 有時候是 不知道他什麼病 嗯 這樣 那看醫生又很貴 那那些錢是否都是自己給的 其實初初那幾年 全部一分一毫都是自己 那現在兩三年就有人幫我籌錢 哦 那就鬆了一點 鬆了很多 這樣 有機構幫你籌款 那也是 都是獨立義工 都是獨立義工 就是獨立義工 你們自己有個問題 是啊 是啊 但是現在是 算不算是收支平衡平衡 因為有時候你們養牠們的貓糧 回去製造自己 其實沒有說是平不平衡 其實有很多東西 都是自己拿出來的 其實這些數是不能計的 是啊 那就是 大多數是普通的薪 人捐 這樣 醫療 希望有時候籌到 這樣 但是我看你照顧這些貓貓狗狗 都需要很多時間 是 那家人朋友知不支持你這樣做 不支持 其實 有什麼故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 我都不會說給朋友聽我做了什麼 有些朋友就知道了 其實都是不支持的 為什麼呢 但是這麼有愛心的一件事 為什麼會不支持你呢 牠們的看法不同我們 牠都認為是貓和狗 你救得多少 最後 就是最 最是一句說話 你救得多少 是啊 那其實牠的出發點 其實牠是為我好的 是啊 但是 我不聽牠說的 一定 是 我都是盡能力 但是 就救得多少 嗯 但是有沒有一絲 想過 唉 一個人這樣很累 有沒有 曾經想過想放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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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 是 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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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慘痛的一件事 就是 那些貓 有一個傳染病 是最慘痛的 是 是 還有一些貓是 是 退了回來 就是被人領養了 退了回來 會退回來的 為什麼 很多因素 就是可能覺得 養養下 有三分鐘熱度 有些 有些說 家裡有事 又退回來 有些說 不夾貓又退回來 這樣 不過我的個案是少的 所以我就很審慎 很審慎 找一個領養者 很審慎 如果有人聯絡 你說我想領養 好像這隻貓貓 很乖 那其實有什麼程序 那他會上來看貓 然後我就會家訪 如果他有家人 我會見到家人 哦 也會跟家人聊 是啊 那如果他家裡有寵物 那可以嗎 那可以 那看什麼寵物 都可以 都可以 我 給個人的貓 都一樣 有狗 有貓 但是不怕他隔不住 哦 那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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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 去怎樣 夾 嗯 就是他們那個領養者 去怎樣夾 嗯 這樣 好 這隻叫醒目仔 是啊 他又有什麼故事呢 他就是 可能應該是被人遺棄的 這樣 因為沒理由 有一隻這麼乖 突然有這麼乖 還有這麼笨 在那個巷裡 這樣就叫 每晚都叫 引起了你來注意 餓 那後來就聽見人家說 咦 有隻新貓 這樣 那我們就馬上去拿回來 他幾大呀 現在 他都是一歲左右 男仔還是女仔 男仔 哦 這裡是男仔貓貓 嗯 記得 嘩 但是他好像經常都 是不是有一點點兇 的 不是呀 他在這裡不喜歡 在那邊 哦 即他是害怕 他其實是害怕 對 他不喜歡那麼多貓 哦 不過他喜歡 那就適合一些 家裡沒有貓 只有他一隻貓 那種領養者 小貓 或者小貓都可以 現在已經改變了很多了 即是他都能夾到貓 夾到 夾到 現在改變了很多了 哦 希望他都快點找到家了 是啊 其實這裡有三十多隻貓貓 其實是不是這隻都記得叫什麼名字 應該會記得 因為我看到很多隻都差不多一樣 好像現在這隻這樣 其實他有什麼故事呢 這隻叫叮當 他很小時候被人領養了 但是呢 他退了回來 他的解釋就是說 他的男朋友病 所以要退了回來 但是 一直都沒有再問過這隻貓的情況如何 退了回來 這隻貓叮當的性格完全改變了 之前是老爹的 但是回到你 就改變了 就是都碰都碰不到他的 那些人來探貓 以為可以碰到的 一碰到他就被人捏 就是捏損的 所以呢 都是不可以被人領養 就是領養那個機會又難了 但是我見他 其實我從門口這麼久 他又很乖地坐在那裡 就是被他騙了 很多人被他騙了 以為他可以碰到的 他的性格改變了 他很小 兩三個月被人領養 現在幾大呢 現在起碼有四五歲 四五歲 那你都陪了他四五年 是啊 希望可以幫他找個家 其實他也是對人防備心比較重 是不是 嗯 都是啦 對人沒有信心 對人沒有信心 其實如果這種貓 是很難找到領養的 領養者領養的分 比較難 但是有沒有辦法 可以令他放下戒心 要時間 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分配不了太多給他們 平時有多少時間 會在這裡陪著這些貓貓 通常是清潔多 我自己有些事情搞 或者要捉貓 又要去餵貓 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現在在打膠這兩隻 叫達仔和聲仔 就是兩兄弟來的 還沒捉到他的媽媽 真的很活潑 好啊 是呀 水活潑才好啊 不會讓他們害怕啊 好撒人啊 非常之貪玩 好啊 有嗎 是嗎 是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